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生物技术开发中心的执行长吴宗勋 生技中心在经济部技术处长期的支持下 致力于生技研发及产业的推动 利用多年来建立了新药临床前开发的能量 串联产、学、研、医等能量 形成一个扎实完整的生技供应链 协助学员界将各项顶尖技术商品化 此技术系列影片 特别精心选出目前生技中心重要的关键技术介绍给大家 例如 Trimenosia ADC 药品 Car-T IPSC 细胞治疗 QC 蛋白质药物量产平台 Protect 标的蛋白降解等等 期待这系列的影片能促进研发及产业合作发展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各位DCB的伙伴 大家好我是生技中心转移医学研究室研究员周峰正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IPS平台建制计划 以及它在再生医学当中的应用 IPS 这个技术是由日本的山东教授所发明的 它在2012年拿到诺贝尔奖 主要是因为它发现用四个重要的转移因子 可以让成体的细胞回复到一个类似胚胎干细胞的状况 它同时可以自我的增生 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它去分化成各种你有兴趣的cell 那我们在经济部技术处长期的资源之下呢 我们开始了这个IPS 平台的建制计划 包括初期我们透过国际合作 引进了具有临床级的cell 那同时我们跟日本的FBRI也有合作 透过他们学习他们的评管系统 建立我们临床级cell的评管系统 那接下来由我们的同事来跟大家介绍 在评管系统我们是怎么进行的 以及我们会注意什么样的项目 那就交给他了 嗨 大家好 那我们这些干细胞如果将来要进行到临床治疗的话 就需要非常严格的品质控管系统 也就是QC系统 那我们生技中心已经从临床经验最丰富的日本 学习他们的QC精神和技术 又目前由我们所执行的计划 已经完善分析了IPSC细胞的基本特性 包括了多能性、分化能力 还有最重要的基因稳定性 那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同仁 来介绍IPSC的分化应用 在分化应用上面 我们目前朝向两个方向 那主要都是跟老年退化性疾病相关 那透过跟医学中心跟学员单位的合作 我们目前设定的方向是 听力损伤还有巴金生死症 这两个适应症 那听力损伤是一个老年化社会所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全球有百分之五的人 有听力损伤的问题 那听力损伤的人 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同的病发症 包括会有失智症的风险 那还有到时生活上可能有些不便 那身心中心目前利用IPSC分化成神经全区细胞 应用在小鼠停损模式中去验证 希望用这样的细胞来开发一个细胞治疗的模式 那未来可以让病人有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我另外一个同事来介绍IPSC在巴金生死症当中的应用 巴金生死症是一种 耗发于60岁以上老人退化性疾病 由于大脑中多巴胺神经无法再生 而药物治疗效果会随时间减弱 现在美国与日本已经使用分化的多巴胺神经 进行临床治疗来克服药物治疗的不足 生技中心所开发的低免疫元性IPSC细胞 与多巴胺神经分化技术 渴望让巴金生死症的细胞治疗产品及早问世 有兴趣的人欢迎与我们联系 联系方式可在片尾处取得哦 大家好 生技小博士又来啦 很高兴能替大家专绑戴研究员关于CAR-T的部分 让我们欢迎他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生技中心山药所研究员戴伟田 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CAR-T细胞治疗技术 请在博士简单介绍一下 CAR-T技术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我们知道目前CAR-T细胞治疗 已经在血液肿瘤得到非常成功的效果 但很可惜的 我们还没有办法在实体肿瘤上看到这样子的疗效 生技中心自主研发的武装型CAR-T 目标就是增强实体肿瘤的疗效 嗯嗯 那此项技术的全球市场规模 产业或技术发展趋势呢 全球CAR-T细胞治疗近年来蓬勃发展 市场规模预计会在2027年来到117亿美金 美国目前呢FDA已经核准了总共有5项CAR-T细胞治疗技术 分别是4个CD19以及1个BCMA 试验症呢分别有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等 谢谢!DCB为何要发展这项技术呢? 我们知道实体肿瘤对于CAR-T来说它的问题非常多 包含了缺乏专一性标的、CAR-T细胞精润不足、在妥体内的持久性不够 或者是还有更重要的复杂肿瘤为环境 使得CAR-T细胞目前为止很难在实体肿瘤看到它的疗效 可以请用科普的方式跟大家简介一下干像技术的原理吗? 生技中心自如研发的武装型CAR-T技术呢 就像带有一道行GPS的自驾车 可以精准的往肿瘤细胞前进 并且还有自带清除路障的功能 确保CAR-T细胞可以一路畅通直到肿瘤核心 原来如此 那我想问 此项技术的特色和亮点 或与其他类似技术有何差异呢? 生技中心自如研发的武装型CAR-T呢 兼具了肿瘤专一性 还可以突破肿瘤危环境 只需要一次性的给予CAR-T细胞即可发挥长效性雕效 太棒了! 最后想问 此技术未来可以应用的领域与发展性如何? 生技中心自主研发 CAR-T细胞 具有生技中心专利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优化实体肿瘤毒杀的效力 未来可以应用于很多种表现 CAR-T细胞的实体肿瘤 我们相关的技术平台 除了奠定CAR-T细胞治疗的基础外 可以链接国内CAR-T细胞治疗产业 并与国际接轨